我告诉你哦 以后准备在吃桂盐的时候呢 剩下了这些桂盐皮 还有桂盐壳 千万不要急得给它扔掉哦 把它放到水里泡一泡呢 那作用可是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哦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陈奈小学们 说到这桂盐呢 相信大家一点都会不陌生吧 桂盐呢 也是很多朋友经常吃的一种水果之一 吃起来呢 也是清真甜甜的 尤其是到了夏天 把桂盐呢 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 拿出来吃 真的是非常的爽口好吃 并且还特别的冰爽结束 所以我们在吃桂盐的时候呢 都会剥下很多很多的这种桂盐壳 那么很多人呢 整理在吃完这些桂盐肉的时候呢 剩下的这些果壳 还有这些果皮呢 都会毫不犹豫的 给它扔进垃圾桶里面 替不知呢就是这样子被我们随手抑扔的桂盐皮 那可是相当于丢掉几百块钱哦 真的是太浪费太可期啦 但是呢这桂盐皮呢跟鸡子皮是一样的 时时刻刻呢把它变飞为一把 留在家中 邻居们呢看了都纷纷想着用 所以说呢 以后整理在吃桂盐的时候 剩下的这些桂盐皮呢 千万千万不要急的给它扔掉哦 桂盐呢不单单里面的果肉呢 还有果皮果壳啊 营养都是十分的防护 作用呢也是多到我们花钱都买不到的 像今天呢 今天小树梁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这个桂盐皮 把它放到水里呢泡一下 闲家人呢都会想着用 不过呢可惜等着用的人真的是太少了 那么下面呢不妨啊 让小树梁详细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桂盐皮的一些神奇妙用吧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具体来了解 了解一下吧 不过视频都讲解到这里了 其实呢每一个视频呢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要是接待小树梁的视频呢 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您的花财的小手呢 帮小手点上一个漂亮的小金支持一下哦 那么下面呢我也就不多说了 咱们呢就直接进入话题吧 一起来了解看一下 这桂盐皮到底能隐藏着哪一些神奇用途呢 首先呢 那就是用桂盐壳来制作花肥 像平时呢有很多家庭呢 宝妈们呢都特别喜欢在家里养上一些栗子啊 花卉之类的 是种植养花啦 那么咱们呢肯定需要用到花肥啦 可是外面购买的那种花肥呢 不仅费闲而且还不管用 所以下面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那就是咱们可以用这种费系的桂盐壳 来帮您制作一些神奇的花肥 至于大家做呢简单又实用 那么做法呢其实特别的简单 像平时咱们在试完桂盐的时候呢 把这些剩下的桂盐壳呢 给它捡起来收藏着放着 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可以 需要用它来帮我们解决掉 养花栗子的一些花肥的一个用途啦 做法呢特别的简单 我们只是要拿手家里一个秘方的容器 像一些矿泉水瓶啦 或者玻璃容器呢都是一样可以的 然后呢再准备烧洗的这种桂盐皮 我们可以把这些不盐皮呢简单用一个把面杖给它倒的碎一点 这样子呢控楼激化出里面的营养生分 然后呢把它倒进一个容器中 接着咱们继续在往里面倒入数量的不紧碎 紧接着呢咱们就可以啊把这个盖子给它扣盖上 直接呢把它拿到一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 不过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 咱们每天呢一定要把这盖子呢 进行去给它打开一下 因为这个桂盐皮呢在花架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散装出一些细体 所以呢咱们呢一天呢一定要给它打开一下 让这些细体呢缓慢的给它排出细 就是这样子呢简单把它放到一个阳台上 浸置个两天也就是12小时 等时间到了咱们呢就可以用它来浇一些花柜栗子之类的啦 当然花椒好了这些桂盐啊花椒水呢 不可以直接把它倒在这栗子上面 不可以直接用来浇花 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些溶液呢混合一下鲜水 简单起始一下 比例呢也就是1比10左右 用吸食过的溶液水再进行来浇撒喷花 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给咱们家里的这些啊 花柜啦栗子植物呢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成额呢也可以使这个植物呢长更加的旺盛更加的茂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家的这一棵小小的柠檬树 在这之前呢我都是一个星期进行去给它喷一喷撒一撒 所以呢啊过不了几天咱们看一下 整个柠檬呢都已经长湿的肥肚肚了 非常非常的大壳 这样子一来呢我一点算下来 无形当中呢就帮大家剩下很多很多的这个花费啊 这个费用 真的是既环保又实用 第二个用途呢我们可以利用柜檐皮来吸收一味 像人们平时呢有一些朋友们呢 他的脚系呢是比较重的 所以呢拴着鞋子一整天之后当我们脱下鞋子的那一刻 那一股冷意的势必的味道真的是太重了 尤其呢是去别人家或者一些闺蜜家朋友家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要脱起鞋的那一刻真的是十分的尴尬 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真的是既无奈也没有办法 其实呢想要解决掉这个大麻烦呢功夫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是要拿收一张纸巾 然后再把刚才之前收藏好的这些柜檐壳呢 给它捣碎放到这个纸巾上面 接着只是要在网里面撒入少洗的关节盐 然后呢再用纸巾呢进行去给它包裹起来 最后呢用一个橡皮筋进行去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万能细味包就做完整啦 接着呢我们只需要将这一包呢细熟异味的丝包呢 简单把它放到我们刚脱起来的鞋子里面 晚上下班回家鞋子脱起来啊把它放到鞋内 等到天亮成本要去上班的时候呢 再把这包给它拿出来 这样子呢里面会发现时刻里面的鞋子 这里面蓝棍的异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这鞋子长期出现这种异味蓝纹的异味的情况下 不管如何去清洗呢 那么这股异味呢始终都会留在鞋子里面 但是如果您用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包放到鞋子里面 那您便会发现不用一个晚上 整个鞋子呢都已经变得特别的清新了 那么第三个用途呢 咱们平时可以用这个桂盐壳来泡水喝 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说桂盐壳是废系物 所以呢 咱们平时呢一般吃完桂盐的时候呢 那么这些壳呢 大部分呢 有99%的朋友都会随手把它丢进垃圾桶里面 这种做法呢是非常错误的大说特说 其实桂盐壳呢晒干了之后呢 它也是一种非常朴素的阿茶艺 当然咱们平时呢在烧市里面或者晒市场上面呢 也都会遇到过像这种晒它的桂盐干 里面的这些桂盐壳呢 有很多朋友都是把它拿回来买回家 用它来泡水或者煮水喝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大家做了一个错误的就是 把剥下来的这些桂盐壳呢都会给它扔掉 那外面的这个桂盐壳呢 它的营养价值呢可是高于里面的桂盐肉哦 整本在食用的时候呢可以啊把这个桂盐壳呢进行去给它清洗一下 加点食盐捉捉捉捉捉捉捉 清洗干净呢可以用它来煮水 或者用100度的开水呢给它泡开 啊倒进去之后呢再加点洗干净的枸材 然后呢给它扣上盖子泡个5分钟即可食用 这样子用它来泡水喝呢就当做一种啥来喝 啊虽然说做法简单可是作用呢可是一点都不简单哦 所以说啊对于这桂盐壳啊的妙用呢不知道大家都了解清楚了吗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我的视频呢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您的宝贵发色的小手呢 帮小手量点个赞加个关注我的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